那種黑啊 已經提升到2.0了 我們做的真的是 沒命沒力 拚這個死去活來 然後幾個阿拉伯數字 就把我們打到18層地獄 痛罵天下雜誌的市長滿意度調查 把他打進18層地獄 韓國瑜排名最後一名 責任權推到前朝頭上 2018年資料 我們盧瀉院市長才幹了市長7天 一大堆民進黨的立法委員 市議員到高雄市政府 跟我抗議 他們真的投給派提 他們應該到總統府 跟前一任市長 陳菊去抗議對不對 對 歡迎台中市民進黨的民意代表 到交通部 跟前林佳龍市長抗議好不好 好 韓國瑜責怪陳菊拖累他 但天下雜誌發出聲明 拿的是今年七八月的民調排名 韓國瑜狀況外 就連韓粉也沒好到哪裡去 衝到遠見雜誌粉磚痛罵民調 畢的遠見發出聲明 遠見跟天下是兩本不同雜誌 連出征的對象都搞錯 韓市長這樣子的反應被評比在最後 沒有反省 反而更小的 然後去責怪雜誌的真的是 有史以來第一人 拿出2015年的例子證明 天下調查多年來有一致性 即使有市長排名後面 用市政成績一樣討回來 就是沒人開口批評 每一年的調查方式 其實他都公佈在網路上 並沒有針對韓國瑜有一個特別的設計 陳菊秘書長不會一直幫你扛下去 你總是要長大的 而且你現在要擔任的是 國民黨的總統候選人 韓國瑜人不在高雄 忙著選總統 跑到外縣市去痛罵市政滿意度 只得最後一名 外界恐怕不太意外 再次我們觀影星孟哲 台北報了